我好像发现孟哥对我特别的照顾 有时候我觉得孟哥有点像老秦 老秦一照顾我就大大咧咧的 孟哥就照顾我比较贴心 就说甚至那一天我都叫孟哥 田庞 我这一天走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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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发生了什么 就是我跟孟哥我心情不好 孟哥陪我喝酒 然后帮我睡觉 我们回家了 不 你们说点细节 不是 你们别动我 哈哈哈哈 没有 我是心情 有时候问问你怎么回事 孟哥回家了 八戟 真的吗 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也认了吗 你也认了 你也认了 哈哈哈哈 哎呦呗 哎呦呦 哎呦呦 我以为我心想中跑了呢 哈哈哈哈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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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解释一下 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是人家小娘也生病了 我去照顾她 我们那人病 有 啊 话说美美 你耳朵上不应该是情 或者是消 或者是闲吗 回家的诱惑 即将夺目登场 当灰姑娘嫁入豪门 我会好爱你 你和我天天回家陪你 幸福的童话生活 却变成幻影 那天我都叫孟哥 天堂 自私狭隘的丈夫 平时虽然好 但结婚这五年 我确实腻了 烦了 她苦苦维持的婚姻 更在好姐妹的借助下 一车一粉碎 被这好姐妹偷欢的感觉 真刺激 也是一刻 借助别人婚姻的第三者 都是女人拯救幸福 行仇大喜 布莱雅回家的诱惑 即将独目登场